主料,全麦粉400克,色拉油110毫升,粉砂糖60克,辅量,非正吗?温水100毫升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到60克的全麦粉放入烤箱,150度,烤15分钟,绿味发黄,有点香味,然后把200克的全麦粉和100克的温水,10克的色拉油混合揉成光滑的面团, 醒20分钟左右,醒的时候记得带上湿毛巾,要不面团容易干,然后把140克的全麦粉,加入70克的色拉油混合,用橡皮糖混合成团,很好混合,放置一边,等主面团醒好了,就可以做面饼了,然后等面粉烤好后,加入白砂糖,喝30克的色拉油,也混合成团,这个团有点散, 不像油酥那样的,然后把主面团分成7分,油酥也分成7分,然后按照做老婆给面皮的步骤做成面皮,最后出来的面鸡子就成这样了,然后放入盆中,再继续醒15分钟,15分钟后,把面鸡子按成面饼,感大,包上糖心,按照包大包子的样子收头, 把面饼按进即可,烤箱预热190度,然后把饼皮子放到烤盘里,手上沾水于皮子上,然后再沾上黑芝麻,黑黑,25分钟190度就可以了,这是刚烤好的样子,很酥的外皮,呵呵,就是糖心不是油冻的,我在想是不是不放面粉和油就好了,呵呵,烹饪技巧, 其实主面团还可以再软一些,然后油粗再少一些,我感觉50克的主面团配20克的油粗可能会更好,然后直接放糖就可以,应该会更适合小朋友吃,嘿嘿,如果喜欢短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